今天要分享的是列車戰隊特輯者系列的劇場版 所出現的 應該算是特別版的 應該算是特別版 特別版的 戰隊機器人 動物列車的 獵屍者 對 獵車合體的獵屍者 狩獵戰隊 還是動物戰隊 我有點 基本上就是 戰隊啊 其實可以注意看的話 它其實跟原本的 原本的版本 基本上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塗裝來講 完全是一個 算是一個新版的塗裝 就是配合 因為一般來講 通常會跟劇場版會有連結 可是 劇場版會跟 電視版的連結 通常不會差距太大 可是可以看到它兩個 基本上除了配色不一樣 其實後面另外多了一個這個東西 多了一個像是背包的東西 然後武器 然後武器也除了劍以外 原本的劍以外 多了兩個類 會變成獅子狀態的 用的 爪子 然後 人型的時候 是當做 那個 全刃在使用啊 然後就直接介紹 開始先介紹 機體本身啊 它機體本身側面是這樣子 然後一樣是有五個列車 合體組裝 完成 另外的部分就是 身體的部分有五種顏色啊 分別是粉紅色的這個是三貓 然後綠色的是鱷魚 然後橘色的好像是老鷹還是那個絲鳩啊 我是很確定 然後右手的部分是所謂的熊貓 跟胸口這個是所謂的獅子啊 基本上是所謂的白獅 可動性跟原本的列車網是 其實是一樣的啊 就是一樣只有這邊 肩膀的這個關節是可以動的 然後因為這邊有個斜的關節 所以它可以這樣動斜的以外 其實 腿的部分這裡一樣 跟原本上可以這樣 開這樣一個關節以外 其實它可動性 跟原本的一樣 然後側面來講 一樣這個列車系列的 我覺得是列車站隊的這個通病吧 基本上其實可以看到非常的單薄啊 就如果這個沒有凸起來的話 其實基本上可以看到 是一個斜面這樣子而已啊 然後全震是這樣 全震可以看到 其實注意看的話也是一個爪子的造型啊 爪子可以拔起來 然後可以讓它拿上它自己 它自己的 劍啊 然後這個劍的部分 如果是變身成所謂的獅子型態的時候 它會 當成尾巴 然後這個也可以往前撥啊 就基本上可以當劍 也可以當槍使用的一把武器啊 然後可以看到 其實 它的劍 跟原本的 列車王的塗裝的劍 兩把注意看其實是很像啊 整個劍柄的部分是一樣 唯一不同的部分的話就是說 它這邊有個中絲的毛啊 然後 後面另外一面是這樣子啊 前面是這樣子 是 劍的部分 然後 開始介紹 機體本身啊 可以看到它上面的 人臉 呃 機器人臉的塗裝是這樣子啊 側面是這樣子 然後後面的背包是 為了變身成獅子 動物模式的時候可以用 然後 先變身 呃 可動性來講 人型的可動性基本上 比較可惜一點就是 可以看到它 注意看它的 腳部這邊啊 我覺得他們這個系列 我後來才發現 他們很可惜啊 他們 從側面看 可以注意看到 其實他們都有 裝上輪子啊 輪子的部分 可是它最後 最重要的腳掌的部分 卻沒有裝上輪子 不然它就可以這樣子 直接嚕的走 我個人覺得還比較好一點啊 可以看到這個的話 先 一個一個拆好了 這個是 三貓啊 三貓的塗裝是這樣子 側面是這樣子 上面是這樣子 前面的塗裝 剛剛說是三貓 其實 你要去看才知道 否則直接單純的 看這邊的塗裝 說真的 我不知道它是三貓啊 直接看這樣子 有人可以看得出來 是三貓的 我應該也蠻佩服它的 然後 裝回去 然後右手的部分 是熊貓 熊貓倒是蠻明顯的 熊貓正面看是這樣 側面看是這樣子 就黑白相間 底部實在是藍色 配合上面 這是熊貓的部分 然後再來是 這是幾號 我忘記這幾號 這是所謂的 鱷魚 鱷魚列車啊 上面看這樣子 側面看這樣子啊 然後注意看臉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鱷魚的 那個牙齒的牙印啊 這臉倒是還蠻明顯的 上面看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絲鳩 或者是 有人說是老鷹 應該是絲鳩啊 側面看這樣子 是橘色的 上面是這樣子啊 有隻螞蟻 前面看這邊有一個 老鷹的 那個所謂絲鳩 或老鷹的那個鳥嘴啊 車子的部分啊 然後 獅子的部分 這個 則是可以拆下來啊 他所謂的 中獅毛的部分 這個可以拆下來 是扣在這裡的 然後 身體的變化部分 跟原本的 列車一號 是一樣的 扣起來 扣起來 這樣就變成所謂的 列車模式的 獅子列車啊 側面看這樣 然後這個 原本的背包 則是可以把 爪子 扣上去 然後呢 跟 中獅毛也扣上去啊 扣成這個樣子 扣成這樣之後 扣 裝在這個 列車合體的 背的這裡啊 欸 我是哪邊 裝錯咧 嗯 嗯 卻裝不起來 為什麼 沒錯啊 他說直接 啊 裝錯啦 後面藍色這裡才是 裝在這裡才對 難怪一直想說奇怪 裝不對 這樣子後 就是所謂獅子模式啊 車頭是這樣子 然後尾巴的部分 坐在列車模式 直接裝在這裡 然後其他 他的那個 中毛啊 爪子 跟所謂的背包 就直接合體在背後 直接變成一個背包狀態啊 然後其實他要 合體成人型 真的蠻快的啊 就把這個 拆下來 然後 鍵也拆下來 然後 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 原本的列車 往合體模式一樣啊 就基本上 扣成這樣子 基本上中間的部分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再把 各自的身體 組裝上去啊 這樣子 然後 身體 扣在這裡 這樣組裝 把中毛的部分 裝回去獅子這裡 這樣就完成了 背包再扣進去 基本上是這樣 組裝大概其實 跟原本其實差距不太大 我也比較特別是這個系列 呃 這個是唯一有 第二種變形模式吧 它可以變成所謂的獅子模式 呃 獅子狀態啊 就把這個部分拆下來 然後把所謂的頭 整個火車頭拆下來後 再把尾巴 不是尾巴 後面的背包也拆下來 然後 爪子的部分各自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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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往前抬 然後 臉的部分收回去 然後縮完後 獅子頭的部分 跟原本扣成這樣子厚 跟 他的原本的身體的 原本頭的這邊利用的卡榫 跟他獅子頭的卡榫卡住 這樣子 基本上 身體的部分就變形成一半了 然後 再把腳的部分 兩個後腳拔起來 跟身體的部分扣上去 把獅子的尾巴 這樣子 組裝後是像這樣子 腳掌的部分 因為他這個關節 是拳頭的關節 所以他腳掌部分 還可以再動 個人覺得還不錯 然後正面看是這樣子 側面是這樣子 個人覺得獅子模式 還蠻帥的就是 算是少數這個列車系列 個人覺得 比較沒有那麼單薄 不然他其實 我覺得他很多系列 感覺都很單薄 然後要變成所謂的人型 也很快 就把所謂的獅子頭的部分 拔掉 欸對要先講一個 他所謂獅子頭部分 如果你要讓他 他的這個零件 如果你要扣好 如果沒要扣好的話 他所謂的原本身的零件 這樣就變成好像有一個 胯下之物 在那邊飄動 所以這個零件 記得要扣好 如果你要他變成人型的話 就是一樣 把這個部分 腿的部分拆下來 腿裝上去 然後往下一撥 拳頭一轉 這樣就完成 再把石頭 再把石頭這個往上撥 這個撥起來後 跟原本的石頭開架裝起來 頭的零件再往上一排 再把後面原本的背包 裝回去剛剛人的後面 基本上就完成了 就像這樣子 然後一樣這個系列跟原本的那個 列車王 列車王的系列一樣 有這個 胯下大炮 阿姆斯狀大炮的可動 而且這一次不一樣 是他是個絲頭 胯下大炮以外 他還多那個中毛 個人還蠻喜歡這個 鳥設計的 真的很搞笑 正面看這樣子 側面是這樣子 後面是這樣子 後面這個系列 我必須想 他們都好像比較 後面就真的比較 沒有什麼在做塗裝 或者是一些設計上的一些巧思 有點可惜 這組的售價大概1500左右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網路上購買 其實個人覺得還不錯 而且他可以 代替所謂的 動物列車可以代替原本的列車王 跟原本的其他的那個工程阿 或者是柴油大王 做合體阿 算是一個個人覺得還蠻有趣的一個套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去購買